OK今天呢是台灣人遊大陸香港行的Day 2的下集 如果你還沒有看過上集的話呢 記得趕快先去看上集喔 OK那今天我們就來到了旺角 Let's go 吃燒賣 喔對 吃燒賣 燒賣 燒賣 我最愛吃的燒賣 我最高幾乎吃40顆 就是有很清楚的魚漿味 不是 你不吃魚 那你不是早上吃魚蛋嗎 魚蛋真的是假的啊 魚蛋不是魚嗎 魚蛋也是魚 它超好看的 不然就不賣這麼便宜 也是啦 OK那我們就往下一站去 好 晚一點我應該還會自己再去買 哈哈哈 可是他在吃就少買了 這個 這也太誇張了 兩家共茶 一家清浴再加一家茶單位 我們超愛台灣的 超愛台灣的茶類 台灣的茶真的很多品牌啊 喔喔喔到女人街了 我們到女人街了 我最喜歡到女人街啦 你又回來了 OK來到了旺角 怎麼可以不來 在旺角這邊 就是這附近有非常非常多的鞋墊 這邊有很多很多的球鞋子店 有什麼Pyoma,Nike,Adidas這些全部都在 或者是你那種小店有賣很多 就那種限量或是去國外帶回來的 沒錯 坐在這邊找 所以如果說有來到旺角想要買鞋子的 務必要來 脫派 該 該 煩耶 到底是該街還是 啊 我發現啊就是在香港坐地鐵 要找到廁所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其實呢 這鐵站是都有洗手間的 你要跟那邊的職員講 你有這個需求 你想要去洗手間嗎 然後呢 他就會帶你去 因為我昨天本來想去商店 我怎麼找 我都找不到那個Logo 原來是要問 為什麼我會知道呢 所以呢 我有很多的經驗就是 舅舅跟職員說 拜託有沒有洗手間 台灣的捷運的話就是每一站 都有好多的廁所 真的假的 對 所以我才會覺得很奇妙 就是我找不到廁所 所以還蠻特別的 對 一個意外的發現 欸 我告訴你 我也做到丁丁了 好不好 我會帶他去做丁丁 OK OK 我們看一下丁丁長什麼樣子 不 我們亂下一站 既然我們就來到了銅鑼灣 那我們就 就罐頭銅鑼灣啦 哈哈 YO大家好我是Ora 哈哈哈哈 好 好的香港 路價到底有多高呢 這個三顆雲吞 竟然要價 二十二塊港幣 那我們現在就來吃吃看 一顆大概七塊到八塊港幣的雲吞 吃起來如何咯 就是蠻好吃的 而且它裡面的餡也不太一樣 我覺得這個雲吞吃起來不像雲吞 比較像 水餃 今天是台灣的遊大陸 香港行的下集 今天也差不多到這邊了 我們已經逛了一整天 對 一整天 吃了一整天飽死了 所以我們今天合作了好多影片喔 對啊 真的很把握時間 欸真的Youtuber不是一件很簡單的事情 好不好 OK那今天就差不多到這邊 還沒有訂閱 Jennifer的話 記得去到她的頻道 我會把連結放在上方 對 那我們就明天見 掰掰 如果喜歡今天的影片的話呢 記得幫我們按讚還有分享 AnsonTV每天晚上9點都會準時上傳影片 在上面的這些平台裡面 也都有AnsonTV的相關頻道 同時Anson都會把自己的生活大小 分享在自己的Facebook、IG還有微博上面 如果喜歡AnsonTV的話 記得把他們通通關注起來喔 OK那我們就明天見啦 掰掰